彭卓鋒 李興銘 第三位 第四位 Ricky鋒 最後一位 陳定章 李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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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個網民 他們想說 如果看到人們改圖 把圖放在這個blog 如果有這個 就能增加了blog 那blog 那blog 通常會加個Google Ex 我們收錢用 如果靠那個改圖 而令到blog的流量增加 那它間接會賺到錢 那這件事是怎樣定義 就是商業用途 那是很有 要考慮的地方 其實我也反對 把刑事這些東西 到達到很高級人 以下 市場方面 就是 那麼多項目 大家都說 謝謝李三位 李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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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是自己做研究的 剛才 也很感謝處長 和李小姐 和那方面 解釋了問題 我自己的思想 也會有少許改變 但還有 兩點 其實都是可見外點的 第一件事 就是在條文中 提到 經濟損失 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失 其實處方很清楚知道 一個戲仿作品 其實它有一個評論性在裏面 其實根本 你看過很多案例 你會知道 其實戲仿作品 不是完全沒有定義 很多時候說 轉化至評論性 而這個評論性 通常會引致 作品有不同的意義 是變成了另一個市場的作品 通常是不會跟原作而重疊 但是在這個條文中 提到這個經濟損失 是沒有說到這個經濟損失 是怎麼造成的 第一種情況 就是市場重疊 而造成的經濟損失 這個很明顯是翻譯 但是另一種情況 就是因為評論 而造成的經濟損失 我認為這個其實應該是 通常會對他原作構成一個形象上 他算是威脅 例如以前 例如《Hallokitty》 《雨寫人頭》 那樣 就是西洋上告那個劇團 但其實這方面的問題 他沒有參與 這是一個屬於棄訪的情況 所以如果是告 我認為應該是屬於誹謗的條例 就是完全是跟這個 反決和毫無關的 另一個問題 就是我也很同意 就是那個刑事 其實刑事這件事 一說到政府可以執法 都會對那個言論自由 都試行造成威脅 是一個心理上的恐慌 其實關注做的那方面 他們主要是關注版權持有人的經濟利益 但在我們的基本法裏 是有兩個很重要的落身價值 一個就是言論自由的經濟利益 變成其實關注的那方面 沒有做到平衡兩者方面的私下問題 第三位是李先生 是的 是的 是嗎 我剛才看到你們說 拿了MIV一個最後一個例子 其實那個例子可能很清楚 就是沒有任何的樂園 是一樣的 但都被告的 我現在再拿另一個例子 想問一下台上各位 就是跟民間聯合關係 就是禮二連鐵 會不會落這條法例的法例 但之外呢 多謝 多謝李雙文 然後附先生 RPA 我有一個comment和observation 今天我也覺得很有理性地 大家會遇到的 那我跟這個人家 這個安排了很好 有一個observation 就是關於 那位東伊舒先生 就問過問題 我想再跟進一下 就是香港 我們現在是一個國際大高會 這個版權 其實會涉及本地和海外 國際間的版權 那如果是有些這樣的立作法 做了一個新的法例 對於那個地方 是作為一種豁免的 那如果是拿了上去網路 大家都知道 如果它超越了這個豁免的範圍 那這個是不是會招致到外國的安全人 是一樣可以來到香港 控訴 這個超越了那個範圍 例如是沒有實權的商業活動 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observation 就是在那個 一直說的 意志創作的團 我們大家都承認 意志創作有它的眼圈存在 但是建基於是第一個原創者的版權 這個矛盾其實沒有搞清楚 我們覺得 明天也未說完 我們是否將類似創作的 是清晰化了一句 你是想達到什麼問題 你是想做惡搞的 以創作是應該同他 大家知道 如果是需要活動的 或者是需要得益的 你是否要免除了第一個版權人的利益 這個就是大家要思考 或者弄那麼多一些 請問一下 最後一個的問題 ホワイ 好 其實我只是一個喜歡上網 不 Roy 其實今次經過這麼多道論之後 我也覺得有大部份的問題 就已經解答了 為了市政去增加一件事 我還是非常在意的 就是之前學歷師曾經提到的問題 假設 假設有一個網民 他因為看完他出電影之後 他曾經留得很深刻的印象 假設他同時是一個畫師 他用自己的方式 可能畫了一些圖案 就做一些T-shirt 或者做一些碎盃 拿出去發售 賣了一些錢 當時那個假設的電影公司又說 這個我們其實都打算出T-shirt 出水杯 因為跟我們的市場做得好 這個算不算是跟他們的潛在利益有所充滿呢 他會不會因此被控告呢 那引申就會出現另一個問題 就是二次創作用來做 我搞諷刺時事這些可以理解 二次創作被利用這種方式 作為一些小小的過人反應 這個又算不算是屬於這個法律之外 他們應該怎樣管理呢 即是現時已經有很接近的情況 就是好像是 譬如說日本的同仁文化 他們有定期 一東一下兩個同仁展 這樣有很多人可以將自己的自此創作 拿出來 全部都是可以有賣的 是有經濟規模的 他們可以賣的 然後人們覺得他們同意 覺得他們畫得好的 可以賣的 那這個是算不算是他們合理的經濟法 都明白了就是那個所謂商業用途的定義 其實是很準的 到底是不是外面街都有 外面舉個例 社會福利機構 它有些活動是收錢 但是它非謀理的波 是不是收錢就等於一定100%是商業用途呢 這個是question mark 那我們在想就是 有沒有辦法呢 可以是挖一個金額或者Limit 或者是分百分數 低於那個的 一定有得潑眠 如果over了的 看看法庭怎麼看 有沒有這樣搞法呢 這個是一個idea 那對版權詞 當然Limit不會是幾千萬 我們不是在說這些 我們是說網民 就算是那些所謂的文化 很多時候都是那個金額其實很小 可能是你半年一場 那天只有幾千元 幾千元都沒有 我可能是一千元左右 可能是小到這樣的一些金額 但其實你說 相比起 如果一部電影 或者剛才說的那個例子 相比起那個票房來說 那一千元的算不算是超乎輕微呢 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那其實所以這些事情是需要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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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們很投行 但是都要你們想 我又不想阻礙大家太多時間 但是都想隨便去回應一下 由哪裏回應 我想都是由頭 我寫下了筆記頭 但是一位朋友去說 勝利的那位朋友網民 他說 Google Ads 其實那個是一個很 可以說是某清晰的地方 即是我同意某清晰的地方 因為現在在法律裡面 兩種資源 基本上分發侵權複製品 第一就是 如果你是業務過程中 那個業務過程中 你去分發侵權複製品 那不用多 你都是認識的 因為你那個業務過程 就是專門做賣這些侵權複製品 但是我明白 現在那個有不同的模式 在網上那個活動 那個網民他擺上網的時候 他不是打算做一個商業活動 但是因為太多人去連擊 所以就有一些告白放進去 這個呢 嚴格上來說 就不是那個法例上 原本說 他那個商業貢身制 賣侵權複製品 那個分法 那個刑事罪行 但是另外一個 剛才我們一直說的 那個非商業過程中的分法 如果他是達到很大的程度 是損害反權 擁有的人利益 那個程度的話 即使他是非商業的性質 其實現時的法例 已經是一個現時法制 就是兩個不同的條文 一個條文就是 你那個生意本身就是 萬億侵權複製品 然後你分法一件都是認識的 因為你整個生意就是做這些 但是另一種情況之下 就是他不是做生意 不是這種生意 最少或者他不是做生意 甚至 但是他那個量是很大的 剛才其實 我想不是這一輪 其實有一個朋友提到 陳賴明的 說天王的 不過剛才有太多東西回應 所以我沒有說 其實陳賴明呢 有人覺得他很可憐 他好像分法出很少問題 但有人也覺得他很活該 因為他雖然不只賺錢 但是他放在網上 人人都可以看完整部電影 那大家都不用在戲院看的了 你從這個角度看 他是損害版權擁有人的利益 是嚴重的程度 他雖然自己沒有得益 這種就是可以 如果我們日常說 就是損人不利己 他自己沒有賺錢 但是他令很多人是 不用去給錢看 那你說他沒有損害版權人的利益 法庭就是有 所以就是判他有任何事 我帶回我剛才的問題 就是你擺不擺 他有沒有Google Ads都沒有 但是如果你擺在網上 而我看到的侵權複製品 是很多人看到的 而是取代了那個版權擁人 我們現在說 一同二那個豁免那個 或者一個澄清那個準則 而那個豁免的範圍 都是用他有沒有對版權擁人 制製造到經濟損失 如果你在一個Glock上擺一個作品 是很像原本的作品 而取替了人的作品 那為什麼他不應該有刑事的責任呢 就是我們現在建議 在這個一同二的建議裡面 都是說 是否對版權擁有人 有經濟損失這條線 那這條線是有國際法律的基礎的 在世貿與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裡面 是說要達到一些商業規模 他不是說商業性質 是商業規模的一些導版行為 就需要有刑事的制裁 那如果你是有商業規模的導版 就能夠造成經濟存質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條線了 但是至於你說 是否應該用超乎輕微 還是超乎輕微呢 這條線呢 其實就怎麼理會呢 大家要記得 就是上一次 我們2011社會立法會 有人就覺得 就這樣說 經濟損失不了清楚 所以我們就說 要加一些再清晰一點 那線畫在哪裏呢 就是超乎輕微 那超乎輕微什麼意思呢 其實在其他法例都有 比如非抗條例 或者甚至現在的 prosecution practice analysis 就是政司檢控的政策裡面 和指引裡面 都有說到 如果是一些trivial 英文就用trivial 中文就是我們說超乎輕微 或者是一些很顯而易見 很離不足道的刑事 最後呢 他都可以否檢控 所以這個這樣的概念 不是一個新的概念 雖然說出來好像很巧合 超乎輕微就算了 但是在刑事的法例裡面 在刑事檢控的準則裡面 現在已經是有的 我不要把時間都霸佔了 不過我也想說一下 剛才有朋友提到 再說到 童人的應該是 就是最後一個時候 其實童人文化 我們其實是有和萬介 都有談去明白 究竟他們現在的運作模式是怎樣 我們知道其實他們不是說 覺得童人的文化不是侵權 只不過他有兩種做法 他有一些所謂的beauty 在日本那裏 這個beauty 其實就是你買了那本漫畫 你有個beauty 你就貼了 你就可以用來做一些 所謂的異創畫 你可以畫 或者你可以用它作為基礎 你再去創作 其實是一個授權 他們自己的看法就是 你用了這個beauty 等於我給你授權 你買了我的漫畫 你就會有一個授權 再去創作 其實是有一個授權 又或者它是默許 即是說 我覺得這些這麼小的商業行為 賣我十幾本 根本不會影響到我 這個幾百萬的市場 所以這麼高 所以是一個默許來的 那不代表說 每一個版權人 他都要默許 他都要去授權 以及每一個不同的版權的價格 他可以由不同的方法去授權 那我無限不代表 謝謝Aidan 那一點很簡單 就是關於那個潛在市場 譬如是水杯賣 我想一個例子就是 在現實世界裡面 即現在雖然世界之下 其實很多衍生市場 其實有一些商業模式就是 譬如說 如果我小時候看《Star Wars》 Joss Lucas 他可以賺到這麼多錢 其實他未必是電影那個 帶來的那個回報 原來有一個寫者 可以做一些資料 做一些其他東西去賣 那裏原來那裏都很大的 這就是現代社會 那個情況之下的模式 這也是我們去考慮 市場的想法 我們也有很多朋友在這裡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繼續再問一下問題